高雄市文化中心自美宣主题 美推大展是高雄市美术推广协经会会员连展的一大特色 这次在高雄市文化中心自美宣的参展作品 包含地体作品总共有93件 这93件代表着93个人参展 希望能展现出每位艺术创作者的多元性 及各自有不同的领域 我们是高雄市美术推广协经会 我们的协会已经成立了第30个年头 然后这次我们的参展是在高雄市文化中心 那我们的作品跟立体作品总共有93件 然后93件有93个人参展 然后有不同的领域 然后每一张作品的画作 一个色彩是代表一个心情 然后93张93座的作品 代表93个人的故事 都是在这里呈现 然后我们这次的展览 我接任以来是今年第二年 我是第八任的理事长 然后我的任内 这一次是23次的展次 我的任内的半的半展 几乎每一个月都有在展览这样子 然后这次的展览有包含很广 那在立体的方面我有邀请到 我们那个台湾国宝的农文室 而且是非常稀有 是那个台湾今天来董事长的作品 然后请他来亮相一下 应该我们文化中心还没有展过这一种作品 然后在我的左手边有我们台湾的一级幕 像牛章 那个牛章还有块木 这个精致的雕刻品 永龙庆大师的作品 以及我们在地都是顶尖的艺术家 那我本人这次的参展就是突破现代水墨 现代水墨我是结合掐丝黄金 以真正的黄金 然后结合在宣纸上面 然后呈现了一幅画 也是那个新的方式的创作的突破 后面还有一个空位 我就摆了一个作品 就是那个宝石画 宝石画就是一般我们浴石 摩盛下的那些角边料那个粉 然后把它创作一幅画出来 然后整个展场 整个展场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现在有93件 但是加那一件就是94件 但是有93个人参展 然后我希望这次的像世界的疫情 现在这世界疫情这个冠状病毒 希望早日把它消除掉 所以我这次展出的就是 以火天大油结合化作 然后一条金融 然后镇住整个展场 不要让它有这个瘟疫产生 然后大家都出入都平平安安的 我希望我们全球的华人 跟全世界度过这一场灾难 赶快结束 会员的作品也是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现代 也同时具有非常时尚古典典雅 希望每一次的会员连展 都能够带给我们社会大众 欣赏到不同类别的艺术作品 并且呈现出艺术家的创作力 与生命的热忱 更希望高中市美术推广协计会 能够日益壮大 创作的过程就是说 我们的作品好像我们的小孩子一样 我们都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深爱我们的作品 我们这个作品画好了 创作好了 好像每天我要睡觉之前 我要先到我的画室去看我的作品 看一遍 然后才舍得去睡觉 早上起来第一眼 也是要先去画室看一下 看我的作品 哪个地方不对的地方 然后我要修饰一下 下次再创作 我要改进的地方 因为雪海无涯 一直要创作创新创作 才会进步 其实也没有很特别的所谓的意涵 纯粹其实我会开始接触油画 是完全兴趣 那我也非科班出身 那主要是喜欢 喜欢画 然后看到美丽的 我就会想把它留存下来 那我就想说动手画看看 有一幅属于自己的作品 那当然一路走来 也画了不少的作品 那这一幅呢 我觉得它的意境 就让我觉得 看到就非常的赏心悦目 尤其是充满了希望 因为它的光线 这样子流泄下来 就会带给大家 很大很大的光明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含义啦 说实在 那刚刚有听到我们理事长说 昨天开展嘛 就有人有意要收藏 我真的好大的惊喜啊 真的谢谢 谢谢那位赏话的姓声人士 就有一次到日本去旅游 看到那个人家说只有金戈士嘛 日本还有银戈士啦 我就把它拍照回来 就这样子把它画上去的啦 没有什么时候特别的创作 什么表达的就是说 每一个能够留存下来的 值得我们去拍照 或者是去那个 把它画上去的 那个鼓子也好 民生也好 都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啦 那个意境喔 个人的表达不同啦 我看有意境别人看也不一定就会有意境啦 花花草草本来就很美丽啦 青山立水到处都是很美丽的 红景很多啦 看你个人的那个起始是怎么样 你看得漂亮你就把它拍起来 或者是能够有比较多的时间 你就去把它写生嘛 就这么简单啊 意境是个人的感受啦 我画这幅图是因为我去 那个近南大明湖旅行旅游的时候 那看到大明湖畔 它是一个蜿蜒曲折的一个湖畔 那每一个蜿蜒处 那放眼所及 通通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所以在那边我就非常的感动 就拍了几幅图回来 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当下决定 回到台湾我一定要画一幅大明湖的图 然后所以到台湾 我就画了这幅图 那这幅图呢 我就是用刮刀 运用色彩 呈现荷叶的正反面 还有它这个荷叶的阴暗 然后表现出这个荷叶的远近 运用色彩 表现出这个荷叶的远近 那后面它的凉亭 我也把它画出远近来 那最主要我是希望观赏者能跟我一样有身丽其境的感觉 在当下的感动 就是能够跟我一样感同身受 这次的龙文石作品是非常稀有的 也就是传说中的雷公泪 天上雷公落下的钢铁眼泪 经过大自然千百年岁月的淬炼 形成了龙林文样 成就了与众不同的美感 收藏行家们 称为台湾国宝石 谢欣昌理事长也在这次的展览中 创作出试图打破水墨绘画的框架 大胆突破现代水墨技法 以一条金融来呈现意境 结合现代水墨与掐丝黄金 利用真正的黄金在宣纸上面创作作品 华人新闻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